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奧德美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今天呢我們要去外面繼續抓我們的新恐龍 啊 據說呢這三個模組又更新了 啊 不知道多了什麼些東西 總而言之呢今天呢 除了去抓其他新恐龍之外呢 老頭還想要趕快把我們的場館步槍給做出來 不然的話我是覺得啦 如果再不做下去 我們真的要抓東西會非常的辛苦 那當然呢老頭在這個錄影之前呢 已經把我們場館步槍的材料也被妥了 子彈也被妥了 我們稍微來做一下 子彈的部分的話要火藥 他必須要簡易步槍子彈 才有辦法做我們的馬嘴標 這個是需要一點比較麻煩的過程 不過呢這些東西我差不多都被妥了 煤炭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很多我們分一半好了 這邊可以開始先做了 可以開始先做了 然後我們這邊的煤炭 煤炭放哪裡了 外煤炭底都已經 剛拉過來就不見了 這個是金屬 煤炭在這裡 拉一些過來 開做開做 我覺得我們只能做一百二十八個喔 阿也對阿火藥一次扣十二 消耗還蠻快的欸 然後現在我們就把他全部拿來做成我們的這個 麻醉標 會比較好一點 就這麼決定了 然後我們的鐵裝又修好了 每一集鐵裝都畫一次 哈哈 再寫一下蜜蜜 把我們的場管步槍放在這裡 到時候就是由由他來抓了 由他來抓了 我們今天要去繼續抓我們那隻翼龍喔 那隻翼龍呢 我有看到有觀眾留言說 翼龍有分兩種 一種是長尾目 一種是短尾目 那我們在方舟生存進化 這個裡面的五齒翼龍呢 他們都是屬於短尾目的 然後呢 這個拓拓拓展包拓展出來的這個 翼龍是長尾目翼龍 所以說呢 也可以稱呼他為長尾翼龍 這樣各位有沒有了解阿 阿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好跟我反映一下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差不多也快做好了吧 剩下53個 慢慢等吧 好 終於完成了 終於完成了 OK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馴服的這個 馴服的過程應該可以大大的縮短阿 我覺得 好 那順便跟各位講一下老頭 已經裝了那個 這個模組 可以讓那個恐龍瞬間肚子餓的這個藥丸 這個藥丸是需要用大腿 不是大腿肉 已經改了 需要用腐肉跟白色果醬做出來的阿 我們來做個 五個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不好 OK 五個就好了 到時候我們把那個恐龍射韻 我們就可以直接為他吃這個 馬上就可以修復了 我們這邊就不會浪費太多時間在等待了 好不好 哇 哇塞 我在這邊看到一個 英文名字超長的暴龍捏 這是暴王龍嗎 怎麼 跟特暴龍好像有點不太一樣喔 英文名字有點長 然後血有一千滴 這長什麼樣子阿 哇 我被咬我被咬了 哇 他一個 他一個吼我暈了 哇 他咬我 哦 完了 我不能動 沒有是我們的 我們的風神一龍暈倒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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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太危險了阿 這個 來來來 我靠 這什麼鬼東西阿 殺齒龍 哇 這個 這叫殺齒龍 有沒有搞錯 欸真的欸 他這個 他這個圖片阿 跟現在這個恐龍這個 紋路來比 根本是一模一樣 哇 殺齒龍欸 好 抓了抓了抓了 不用講了 抓了抓了抓了 哇 祖國魚看他掉下去了 這個位置不是很好 既然在這裡遇到你 我就抓了 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咧 而且很好笑他還卡住是怎樣 呃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剛好 哇 掉下去了 欸不是這一隻 啊去哪裡啦 哇賽就這樣子不見了喔 欸 我們的殺齒龍呢 殺齒龍去哪裡啦 欸 名字很長的龍不見了 名字很長的龍不見了 哇 他會消失耶 真的消失了 欸 我們找到三角龍了 這個是 這個是哪一種屬性的三角龍阿 這三角龍還蠻酷的阿 我們要不要先來抓這隻三角龍 那一隻 那一隻殺齒龍之後再說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殺 這隻龍叫什麼名字 大筆角龍 他這隻叫大筆角龍 可是我們官方也有大筆角龍阿 算了不管了 欸他走路好好笑喔 他為什麼是狠的走到螃蟹嗎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螃蟹阿 這隻有點做壞了喔 這個移動方式真的是有點 太神啦 我該怎麼說這個移動方式阿 實在是不會講欸 他到底在走什麼鬼阿 確定這隻帶回家沒有問題嗎 欸 短尾翼龍 我看見短尾翼龍阿 他越走越狠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是會跳街舞的大筆龍阿 哇 這麼的酷喔 欸他完全不會想攻擊我的意思耶 那我就 好不猶豫的把他射暈了喔 他會攻擊我 連攻擊都不會太棒啦 好他暈倒了 來我們給他吃一下這個 讓他肚子餓 丟個果實給你 哇不吃果實 我要吃 喔這樣方便多啦 真的這樣超級到超級方便 好方便喔 欸不過他這個龍的這個角阿 是往前凸的捏 站起來了 呃 問問他的鞍 看問他的鞍 三角龍他可以站的不行 可能他要的鞍是大鼻龍的喔 阿那個什麼 角鼻龍鞍之類的 阿那這是短尾的 短尾系列 短尾系列的翼龍 而且飛超快 我射到我們自己家了 我靠這個大概兩槍他就掛了吧 早知道用長管步槍尻他了 他飛到不見了有沒有 那個速度 欸這是我們剛剛射的那一隻嗎 可是他要死了耶 我們不會像他被掛掉阿 這是我們剛剛那隻短尾的對不對 靠腰沒有中 追小 阿根廷你幹嘛阿根廷 阿根廷別 我怕阿 我們去追他好了 不管了 開追 很會飛很會飛 飛一下就沒體力了 太棒了 我靠還不暈 有點倔強喔 這傢伙 開追開追 追到不見了 我看不到他的那個標記 我看到他在前面 是不是那一隻 他飛比我還快 他超快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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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難得看到風神 那個看到那個餒 古神一龍 難得 NICE 手批飛行生物入手了 可是我覺得他快不行了 可是我覺得他快不行了 不過還好他掉到這個地方其實 還好不會很危險 是我下來會比較危險 來來來來快吃快吃快吃 吃肉吧 沒錯這叫我吃肉 不夠 還不夠 有有有有起來了 哇 一起來馬上回滿血是怎樣 而且這個也要安 C開頭的 大鳥帶小鳥 大鳥帶小鳥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過大鳥帶小鳥啊 可惡現在都不能起 欸我好像找到了這一隻嘛 哇現在在跟那個 在跟長矛相對打 我來幫你我來幫你 不要吼不要吼我會暈我會暈 就是他啊 殺齒龍啊 可惡 林伯這次一定要抓到你 八千年沒見了 依然這麼的勇猛 來 嘖 嘖 哇好難對喔 超難對 嘖 哇的抗暈 真的也很高 你這些 突凝在咬三小 嘤 突凝在咬屁哦 沒看到我在忙嗎 我這ch好要被我圍死了啊 哈哈 好不容易遇到這隻又要掛了啊 這個血量哪夠啊 我要不要放棄啊 還沒有 不過他在回血 靠北牛龍哥不要那麼白目 牛龍哥你要害死我喔 快點快點快點 還有 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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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有 還有希望 而且他不斷地回血 他咬這些這些長毛像 那個回血速度也是很快的啊 也是很驚人啊 剛好剛好 走開 走開視像一點 快點快點 有了我們已經打到五十趴了 快點快點 打頭打頭 喔 還好他目標不是我 太棒了 他沒有轉頭 他沒有轉頭 他打大地藍 他打大地藍 太棒了 快點快點 快點 就是這樣子 非常好 哇 這個 殺 這個什麼 殺齒龍的那個回血的速度好驚人喔 驚人的回血速度欸 還好有這種旁邊的肉盾幫我幫我那個K路一下這樣子 哇 他突然轉身了 突然轉身離開 卡在那邊出不來 了解我為什麼要衝過去咬他 因為我看到大地藍正在尻他 我一個心急之下把他撞死了 我的天啊 暴龍之間會不會互咬啊 會互咬 會互咬 好 我們來K路一下 這樣看他才不會死掉 這交友有在回血嗎 有 他正在回血了 快點發 啊 好 我們的老虎要死 不是 我們的 呃 拜拜 再見 say goodbye 欸 居然沒有 我幫忙打一下 啊幹 怎麼那麼難啊 我只是壓一隻 有這麼的困難嗎 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又生出一隻了 不過這邊算是安全地帶啊 抓起來嗎 抓不起來 我們想太多了 來吧 再度開抓 你買就不行 再度開抓 你買就不行 哇 他的頭居然是紅色的綠色眼睛欸 好酷喔 怎麼可以這麼酷啊 我還蠻喜歡他這樣的配色 帥氣 但是你可以不要移動嗎 我這樣找不到你的位置在哪裡了 我要去哪裡了 欸 這傢伙為什麼又不見了 這恐怖遊戲喔 喔 在下面他掉下去了啦 這是恐怖遊戲來著的呢 完蛋了 我已經盡可能救他了啦 我已經盡可能救這隻王八蛋了 我已經盡可能救這隻王八蛋了 兩隻霸王龍 難搞到要 要死啊 沒關係他在身上咬他 哎呀 白癡啊 這個鳥頭 阿祺不要在那邊鬧了好不好 你要像以前一樣正常發揮嗎 這是受不了欸 這是受不了欸 哎呦喂啊 快點快點快點 嗯 我突然覺得場管步槍沒什麼小用 你知道嗎 威力好像跟麻醉劍沒什麼差別 沒關係你來這裡是一件好事 你不要在那邊亂竄了 不要在那邊亂竄好不好 不要在那邊亂竄好不好 非常好他這樣卡住了 我喜歡 非常好 非常好 nice play very good 完了 跑了 跑了 好這邊好多樹可以讓他卡住這樣子 不要亂晃 不然我錄不到你 卡得好 哎呀速度好快 他速度 比霸王龍還快捏 體型又是霸王龍的那種體型差不多 有點猛阿 有點猛說真的 你看他從頭到頭一直在跑都沒有停下來 他肌耐力那麼強嗎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在這個安全的地區非常的ok 他要跑掉了 來阿 賣照了 最後一槍差不多了 哦耶 終於阿 這就是人生 幫你帶回家囉 我先看一下他頭 他頭真的很帥耶 你看 眼睛是綠色的 他的頭上面紅色的 這個是有去懶是不是 這是有去懶過是不是 睡到一個不行 睡炸天 哇哦 殺齒龍 可以不起 要安 麻煩了家伙 完蛋了現在我要怎麼把他牽 我要怎麼把他牽回家 麻煩死了 他們不會自己搖那個路阿 他們那就是卡住就是卡住了 也不管你受不受得了 就這麼簡單 好了 終於把他帶回來了 我們先來把工作臺裡面所有的安都做一遍吧 好不好 先做一遍阿 先學一遍先做一遍 哦耶 果然是厚鼻龍 太棒了 那這樣我猜就沒錯了 來吧 這個根本沒有做好阿 oh my god 我進去再起不來了 好吧 其實也是阿 就連他自己的移動方式也是橫著走 好看哦 哈哈哈哈 好 完全不能試驗他到底 有什麼功能 哦 就只是一個裝飾品 然後非常鳥的他只能橫著走 可是他怎麼看起來都不像是古神翼龍的料阿 你們不覺得嗎 哦 真的是古神翼龍的鞍 我錯看你了 原來你這麼的屌 他的聲音還蠻好笑的 有趣有趣 哦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厚鼻龍的特寫 好不好 這個角做的有點奇怪 好 我們來起飛 哇 我的起飛很好笑 我都黏在他的 底盤下面了 呃 呃 呃 C劍 C劍是往下飛 呃 然後呢 有沒有可以到黏在 黏在樹上的阿 就跟古神一樓一樣 好像沒這功能的樣子耶 哇我是卡條了 欸救我阿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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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完全全卡在那裡啦 噢 算我不想救他了 就當之生之滅好了 好不好 佛系 佛系 佛系牆壁 不掙扎 不逃脫 終於有一天自己就會逃脫的這樣子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超屌的霸王龍 噢應該他應該算霸王龍屬的阿 對阿 那是殺死龍 噢 我已經把他的安座好了 這邊 噢 耶 哇 哎呀真的跟 他真的跟霸王龍有的比耶 提琴是一樣 但速度比 速度比霸王龍還要快阿 哇 恐龍都長得很像 但是就稍微悄悄的有點不同 你看這隻 殺死龍的手超長的 他最原先是不是鯊魚進化而來的阿 有沒有 他暴龍龍的手 摳連喔 哈哈哈哈 哇 好酷喔 還是你這樣最帥的 歐喲 歐喲 西劍 這個叫聲我不是很喜歡聽喔 超級刺耳的 超刺耳 哈囉 欸為什麼他沒有顯示他們那個 歐喲 只是我沒給他選起來 右鍵 吼了一下就暈倒了有沒有 走路速度又快 這個也會被我吼暈 居然沒有被我吼暈 抗性增強 那麼厲害 所以說他的功能就是這樣子 西劍也是吼叫 右鍵也是吼叫 然後不會跳 但是移動速度神快的 來來來來 各位看看 各位看看 這是我們的霸王龍 頭比較大顆 這是我們的 沙齒龍 差一點都講錯 哦 有沒有 體型上的差異 這其實有點像南方巨獸的感覺 哦 霸王龍的那個表情比較兇狠 然後這殺死龍看起來比較可愛可輕一點 哦 手的話就不用講了嘛 那我們殺死龍剩 尾巴的部分的話呢 屁股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差不多有點 差不多同樣大的感覺啊 但是我覺得霸王龍的大腿肉呢 可能會比較粗 欸沒有哦 殺死龍這個大腿的面積更廣哦 哈哈 有點不太一樣哦 哦 那前面那什麼鬼東西啊 哎呦 明天再裝那隻好了 那這是鱷魚是不是 沒看過哦 哎呦 又有新生物了 各位又可以期待了 好不好 那翼龍也別說了 卡在那個上面 到現在還沒下來 看到了沒有 不理他了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然後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情況再見面了 掰掰